十九,經濟一周,展開災後投資組合重建 2015年7月11日中長線港股區P050-051 全方位50萬倉堯號現內地出了多項救市措施,但下果較預期為差 上海證券綜合指數在週一 僅反彈2.4% 深圳證券成份指數跌1.2% 創業版下跌4.3% 同時,希力在公投上,反對票取得六成選票 令希力債務談判上遇到更大障礙,再度成為淡有子彈 歐、美股市向下,爭炒數於週三八日,更一度下跌超過2000點 收市營敵1458點或5.84% 歐洲央行決定維持向希力央行提供緊急流動聲援再依賴 額度,但拒絕了希力政府提高上限至30億歐元的申請 同時,亦收緊了希力銀行的抵押品條件 據悉,歐央行未有交代具體的收緊幅度,但彭博社消息指出 希力銀行抵押品的折扣比例上調至45% 反映緊急流動聲援再依賴,額度的實際規模會較原來為少 希力料中要脫歐 歐盟28國領導人將於週日12日,齊集舉行峰會 商討希力能否保留在歐元區內 則不時,當然未知峰會結果如何 估計如果希力最終要脫歐,歐洲股市短期或會滴一滴 為之從歐洲央行於3月展開每月買債600億歐元以來 歐諸國十年期債券知識率保持在三里以下 歐元對美元匯率企穩在1.1水平 且歐諸國經濟亦已走出谷底 不則相信希力最終要脫歐,但對歐洲及環球經濟影響 則不會如2012年歐債危機是那麼大 內地舊市成效不佳,主要是融資融券 兩融及場外資金配置規模太大 加上內地投資者主要依靠技術走勢去進行股票買賣 忽略了基本因素支持 當股價下跌時容易形成雪球效應式向下 今次內地股市向下,對港股長遠發展未必是壞事 因為香港金融市場風險管理較完善 馬展額度不會過高,屬可控範圍 相信外資投資內地會經港股買H股 未必會直接參與A股市場 雖然內地股市成交金雅遠高於港股 但以至今自由流動靈活性而言 香港金融市場仍然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今次內地股市有接近半數停牌 有些內地朋友指者 有些停牌公司為良心企業 但不者對停牌者的做法有保留 停牌令持貨者不能正常交易會 導致流動風險提高 港股也曾試過停市四天 服市後次急錯超過三成 原因是想離場的投資者在服市後 同一時間沽貨,形成巨大沽壓 其實,由市場自主 股價急跌至嚴重偏離合理價值後 自然可吸引長線投資者進場 股價可逐步回穩 另一方面,中國證監會週三晚發出公告 由當日起六個月內 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東 以及董事 監視越高級管理層 不得減持自家公司股份 此舉有機會於日後吸引更多企業來港上市 更可彰顯香港自由市場價值性高 23,100點接近底部目前 撤的帳面值大約在21,000點 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及2012年歐債危機出現後 次見底的市帳率分別約為1.06倍及1.1倍 不者認為目前內地並不是金融體系發生問題 指示股票市場急跌 次在23,100點以相當於1.1倍市帳率 已屬接近底部 若外地股市下半年未能回復升軌 次在25,500點樓上將語道阻力 預計上落波幅會將介乎22,800點至25,600點 我們下一步將要在各股估值上造點功夫 若投資者入貨市用 A.股市盈率100倍 香港相關股份應該值50倍的角度去買這些股份 不者認為這些股份跌回至市盈率30倍也不覺得出奇 若使用價值形方法如市盈率、市帳率、股息率 或每股資產折讓、市價對內涵值等作評估 股值處於合理 投資者就可持有 甚至趁低級納 例如 內涵股市價對內涵值介乎1.18倍至1.5倍 價過往平均值1.6倍便宜 那種不用太擔心了 長和00001預計市盈率11倍 市帳率1倍及與其每股資產正值折讓近三成 值得長線持有 內地勸商股今次跌勢頗急 主要是投資者擔心內地成交金額會縮減 公司上市步伐會放慢 但內地勸商股回落至1.2至1.5倍市帳率 直撥率大大提升 可用小比例持有勸商股 以撥取一個不足的勝負 當中海通證券06837預計市盈率11倍 市帳率1.2倍 非常吸引 倉位方面 本倉週一已開市價19.78元 估出2,800股海通證券 而本週一開市價15.3元 吸納4,000股南方A50-02822 及已開市價17.16元 保回3,000股復星國際00656 大連萬達商業03699到達了指食位54元 估出1,000股 中國太平00966到達指食位 再26.9元估出了2,000股 至於中國電力02-380到達了指食位 再5.36元估出了1萬股 中國海外00688到達了指食位 再25.5元估出了2,000股 本倉以下週一13日 開市價買入3,200股海通證券 及已開市價保回2,000股 中國太平 作者聲明 本人持有港交所00388 騰訊控股00700 中國平安0231 八及長和00001 令客戶持有大連萬達商業03699 中國海外00688 中國電力0380 復星國際00656 中國太平00966 海通證券06837 長和、平保、港交所及騰訊、 姚浩然是副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 從事證券研究工作多年 主力研究股份投資價值、環球經濟變化及世界各地股市走勢 徵擔任V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教授財務分析、證券市場、 行政人員管理及技術分析等課程 作者並持有證監會證券交易代表牌照 可就證券提供意見 作者電郵patrick.yiu at cash.com.hk